就在侯景围攻台城的那段时间, 长江以北和淮河以南的许多州郡也都主动归附了东北, 其中包括寿阳和忠礼等多个战略要地。 东北大将军高成在家坐收于利, 心情自然是非常不错, 但他还有一个新饼, 那就是侯景在跑到南方前送给西卫的河南七州。 五定六年,高成命高岳和慕容邵宗伟主帅, 统领十万大军围攻尹川,准备一举收复河南师弟, 镇守尹川的是西卫大将王思政和他手下的八仙将士。 当初从侯景手里接收尹川之后, 宇文泰觉得尹川靠近东北, 又地处平原旷野不亦守狱, 就曾经建议王思政将总部设在湘城, 而另一别将守于尹川。 但王思政却拒绝了, 他自信满满地向宇文泰保证道, 如果敌军水攻的话我可以守一年, 陆路进攻的话,三年之内都无需救援。 阿太相信我没错的, 王思政向来以守城建长, 因此宇文泰也就默许了他的作法。 这次面对高越的攻势, 经受过高欢考验的守城专家王思政, 又会有怎样的防御措施呢? 他先是号令城内沿齐西谷, 势之已若撞入空城。 高越见状自是其重, 便以为一战就可拿下尹川, 遂命不足四面鼓噪以赴而上。 但东卫军刚汇集到城墙下, 王思政就拣选城中骁勇开门, 突然杀出, 东卫军根本没想到守军会议少打多主动出击, 一时间措手不及伤亡惨重。 这下高越知道, 王思政不好对付了, 随改编策略, 在城都修筑营来, 并制造云梯新建土山, 展开了日夜不停的长期攻势。 王思政并然将引火之物缠在标枪上制成火矛, 成大风投向城外的土山, 还发射火箭焚烧东卫军的攻城器械, 之后他又招募赶死队, 用绳子将其从城上放下, 然后出其不意地偷袭东卫军。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, 东卫军损兵折将伤亡巨大, 但颖川城却依然牢牢地控制在王思政手中。 然而此刻王思政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, 因为他知道颖川城最大的弱点, 是城外的围水。 围水是中国最古老的河流之一, 据说皇帝曾在围水一带建立部落, 好围有熊市。 当时此河还无名, 皇帝便在有熊市的游自前, 加了三点水取名围围。 而王思政最怕的就是东卫军水攻, 但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, 却往往就是东卫军最想做的。 此时在东卫军营, 慕容少宗仰望城墙, 与着胡须叹息道, 这颖川坚不可摧, 我等以围城一年有余, 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才行。 刘峰也随声附和道, 这强功肯定是不行, 只会徒劳增加伤亡。 但高月却不以为人笑道, 二位兄弟先别想了, 先喝口茶解解渴, 攻城知识也不及于这一刻。 他王思政已是瓮中之鳖, 跑不了, 笑着便便人把茶水端了上来。 刘峰接过茶一口抿下去, 但刘峰定睛一看, 却看到杯子有点破, 随即笑道, 太尾, 茶道是好, 就是这杯子有点破, 高月道, 风声你就别挑剔了。 时间一场水滴是穿, 这杯子也就成了这样。 听到水滴是穿这四个字, 刘峰虽放下茶杯跳了起来道, 既然水滴都能穿是, 为什么我们不用水淹成呢? 刘峰一急话, 让高月和慕容少宗二人眼前一亮, 他接着说道, 这影川城离尾河不远, 只要我们在河上驻坝水淹影川, 就算是他城墙再坚硬也得被跑烂。 慕容少宗和高月二人拍手叫好, 随即东卫军就开始了水利工程建设, 东卫军人多, 没几天这围水大坝就建成。 听说东卫军要水淹影川, 王思政急了, 他急往向宇文泰汇报了最新战况, 希望能支援点人吗? 听了前方战况宇文泰生气道, 当初王思政不是承诺王, 说什么敌人水攻, 一年之内也不需救援吗? 怎么敌人才开始休水吧? 他就慌了。 随即百官也意问纷纷道, 王思政不听朝廷照例, 多次拒绝朝廷派遣援军, 一意孤行致使我大军陷危机, 恐怕受侯景之志, 还请丞相定罪, 方能彰显国威。 百官意问纷纷对王思政看来意见不小, 宇文泰只是默默地看着众人不发一言。 随即又有人说道, 王思政功勋卓著, 而且两袖清风, 是咱们大魏的功臣, 你们怎么能落井下石? 听到这里, 宇文泰不由的皱起眉头心想道, 他王思政一不要钱, 二不要权, 三不要美女, 他到底想要什么呢? 难道他想要的是人心? 一想到这里, 宇文泰不坚后怕起来, 无论如何王思政实际上已失去了控制, 这一点毋庸置疑, 等大家退下后, 宇文泰单独留下了赵贵, 并对他说道, 王思政鼓悬敌境, 朝廷边场莫及, 你带军去一趟, 具体怎么处理, 你看着办吧, 请丞相放心, 赵贵明白, 赵贵是宇文泰心腹中的心腹, 尽管军事能力不那么突出, 但在中心一块上没话可说, 宇文泰让赵贵全权负责增援事宜, 显然背后的深层寒意是, 能捞到好处那就去救援, 如果不能那就放弃, 水火醉手无情, 东魏饮水灌成, 任凭你的城墙再坚硬, 总会被冲垮泡烂, 这是影川城地处平野的烈势, 也充分暴露出来, 从公元549年9月至4年4月, 于兵由于影川城墙之下, 城中水泉有益, 守军只能把锅挂起来做饭, 黄土夯住的城墙酒精进冠, 也逐渐崩腿, 高岳则将手下兵力分成数批, 轮番乘船攻城, 这样一来, 东魏兵能得到充分的休息, 但进攻势头却丝毫不解, 西魏军疲应付各处缺口, 忙得根本停不下来, 尽管王司政亲茂使师, 与士兵同甘共苦, 但如今死守将近一年, 原本的八千守军已减损至三千余人, 村良也濒临苟迹, 看样子恐怕坚持不了太久。 实际上, 慕容少宗对西魏的增援早就做出了安排, 他已派出胡绿坚和彭乐等人, 早就在路上等着伏击赵贵, 随于老谋深算的赵贵, 并不敢贸然失忍。 听说赵贵的援军停止了前进, 慕容少宗大喜道, 看样子语文黑塔纳斯, 已经把王思政放假了。 尹川必是我军囊中之我, 风生兄弟咱们去考察考察, 看看尹川城还能坚持多久。 于是心情上加的慕容少宗和刘峰等人, 亲自到兰河坝上监督视察, 指挥楼船将士辐射城中。 但此时却突然刮起了东北风, 工地上尘土飞扬, 两人便登上了楼船避风, 谁也不曾想到, 这场暴风势越来越猛, 转眼间天地会明, 即船的蓝声突然崩断, 躯体笨重的楼船竟被大风吹向城墙。 王思政在城中看见这一幕, 不由的心中大喜, 他在东西为朝廷都呆过, 对这两位大人物并不陌生。 所以王思政立即命城上的士兵, 用长钩勾住楼船, 一时间弓弩乱发, 千军一发之际, 慕容少宗和刘峰二人没来得及道别, 便一同向水中扎下。 刘峰水性不错, 他拼命游到了土山, 才总算松了口气, 但这也是他最后一口气, 因为他很快便被乱箭射死。 而慕容少宗从小在北方草原生活, 马背上长大的男人又怎么会游泳? 其结果就是慕容少宗逆水而死, 十年四十九岁。 据说慕容少宗此前就有所预感, 他发现自己年轻时旧的算发突然没有了, 觉得这是不祥之兆, 便对人说道, 算发忽然自尽, 算着算也, 无算将进户。 慕容少宗这位被北齐书称为兵纪武乐, 算计暑期的一代名将, 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于影川城外, 在两员大将的幸福, 东魏军心大乱之际, 一时不敢再继续进攻, 王思政也获得了少许喘息的机会。 高月第一时间将影川战士报告给了高成, 高成最近一直都在忙着改朝换代, 在高成团队的疯狂暗示下, 他如愿以偿地被孝敬帝袁善贱封为齐王。 大将军, 兼任相国, 兵赐于赞败不明, 如朝不屈, 建立上殿的特殊权力。 熟悉群臣夺权套路的人都知道, 高成这就是要准备当皇帝了。 元善剑赐予这些权力的时候, 高成也象征性地从晋阳来到叶城推辞, 并且召集群臣商人。 这样做是否合理? 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。 高成的心腹陈元康居然站出来表示反对, 并说道, 天下人心还心怀大魏, 高王万万不可行僭越之势。 作为玄业的铁粉, 陈元康效忠的是大魏, 而不是高成这个乱臣贼子, 更不希望高成建立什么所谓的奇果。 自己的心腹公然反驳自己, 高成很不爽, 领导很生气那后果肯定很严重。 崔仙一看不对劲, 大声呵斥道, 陈长忧, 你该不是没睡醒吧? 怎么说这种胡话? 来呀, 掌嘴。 几个侍卫冲过来, 对着陈元康就是一顿大耳光, 高成只是在一旁冷冷地看着, 始终不发一言。 几天后, 慕容少宗和刘峰殒命的消息, 就从前线传来, 高成一脸悲痛久久说不出话来。 他本打算凭借着击退侯景的功劳, 办成老爹高欢想干去无能为力的事。 这下倒好, 追仗的慕容少宗都站死了, 于是他又想起了陈元康。 陈元康这几天父贤在家, 也想通了很多问题。 实收者为俊杰,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? 想通这时候, 趁着高成召见的时机, 他语众心长地禁言道:"大王, 我其实并不反对你当皇帝, 而是你不该再不恰当的时机当皇帝。 因为您自从辅政以来, 还没有建立过大的功勋。 虽然击破了侯景, 但这不过是平盘, 不是击退强敌更算不得功业。 如今颖川的王思政, 已是强弩之梦, 这正是您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。 一席话听着高成转游为喜, 拉着陈元康的手说道:"长游, 你说得太对了, 我显现误了大事。 高成遂亲自率军十万前往颖川, 指挥攻城。 所以颖川城外的东卫军总兵力, 此时就达到了二十万之多。 接着高成又下令继续加高低坝蓄水, 然而由于水流湍急, 大坝先后三次绝口。 圣怒之下高成命令把背土的人, 也全部推入水中以堵塞缺口。 在这种不人道的工程建设下, 维水宴的增修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, 其结果就是颖川城内外的洪水是越来越大, 水流越来越积, 水位也越来越高。 东卫军遂诚实向颖川发动了最后的猛攻。 高成向来爱才, 对于王思政的忠诚和顽强他十分敬佩, 变相收尾其佣。 所以为了保住王思政的性命, 他让人向城中的守军喊话道, 有能生前王大将军者, 封侯重赏。 若大将军甚有损伤, 亲近左右一个不饶。 其实这时城中守军因为长久断炎, 全都得了腐肿病, 人人浑身无力, 基本上已经组织不起什么像样的防守。 再加上风吹浪击, 北城墙终于轰然倒塌, 汹涌而入的大水不多时便淹没了全城。 王思政自知胜败一定变对左右道, 我受国家众人, 本指望能够平难理工, 谁知时运不计, 今日力区既穷。 唯有一死一切朝恩, 说完就要拔刀自吻, 多多洛逊去急忙上前阻拦道, 您要是死了, 高城一定拿我们这些幸存者出气。 为了这些坚持到最后的将士, 将军您也应该忍辱偷生才是。 其余众人也一并劝阻, 搞得王思政竟下不去手。 他最终长叹一声, 扔掉佩刀归顺的东吻。 就这样他被迫成了高城的俘虏。 王思政虽然战败被俘, 却依然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尊重。 周书赞美他说, 以一成之众抗亲国之师, 率疲乏之兵当竟有之族, 都能集随大敌旅见其功。 终结冠于本朝, 一声动于聆听。 虽运穷士组, 成献身求, 壮志高峰, 以足分于百师矣。 王思政的确当得起这样高的评价, 随后高城任命王思政为一同三思, 并且宣布, 以后王思政见自己都不用行礼, 其实高城给王思政的指示贤侄, 并用实权, 高城这么做, 一方面可以树立自己李贤下士的名声, 同时又能保全王思政的名节。 王思政跟着高城到了晋阳后, 也没发挥什么作用, 第二年就病死了。 王思政的一生是精彩的, 本来跟着皇帝元休, 后来战队与文太逆天改命, 此前又带走了慕容少宗和刘峰两位重量级将, 赚得盆满钵满, 攻击和名誉都达到了巅峰。 在高城平定颖川之后, 改颖州为郑州, 随着颖川的平定, 西魏占领的河南各州之间也都失去了联系。 与文太这几年一直在养精蓄锐, 专注于内政, 不愿在此时打一场大战。 眼见东魏军事党, 便命令河南的西魏守军全部撤回关中。 自此东魏重新占领了河南全级, 自认为工业已经达到顶点的高城, 于是也加快了谋朝篡围的脚步。 与此同时, 一个叫蓝金的厨师也在磨着他那把杀猪刀。